各位书友 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个硬笔楷书啊 塑星旁的一个写法 首先呢 我来先学写一下这个塑星旁 大家呢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这是这个塑星旁的一个写法 左边的点要大 右边的点要写小 这个数要写直 要注意它写直 左边的点稍微的要大一些 右边的这个点呢 稍微的要写的小一点点 不能特别的大 也不能特别的小 这个塑星旁 它的笔顺呢 是先写数 再写点 再写这个数 这是笔顺 好 我们呢再来学写一个 这样的 这个塑星旁 先写两个点 再写这个数 左点 左边的这个点大 左点 要直 还要低 右点呢 要小 它要靠上 要平 注意两点与树化的关系 这个的关系 这个树向左边写 这个树呢 也向左边写 第一笔这个树 在它起立的地方和它平起 写这个横 然后这个点 然后再来写这个树 然后这个树和右边的这个点呢 它是连在一起的 这个树化呢 用垂陆树 这个地方要用垂陆树 好 我们呢再来学写一下这个树星旁 大家可以看一下 点一个左点和它平起 然后再来写这个点 这样的 我们来学写一下带有呢 树星旁的字 比方说我们来写一下这个E字 E江南的这个E 你看这个就写的很大 因为要左边的小 右边的大 左边呢写的很大的时候 那右边那就要写的更大 为了突出这个字 好 我们呢再来学写一个 我们再写一个小一点的 要突出 你看 它在它的上方起笔 写这个横折弯钩挑上去 这个横折弯钩呢 不能写成一个直的 它下方是一个弯的 然后呢 它挑上去的 这是这个树星旁的一个斜法 这个树星旁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这个很圆的 然后斜着下来 由 我觉得它是一种 这是这个树星旁的 主要表现